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各位感谢神 这么年轻就进了审讯院 我是1995年 45岁的那一年 进了工人审讯院 也毕业于工人审讯院 当初进工人审讯院 只是说新任的院长包会员牧师 他刚在工人审讯院当院长 而你们的邻居天道的荣保罗牧师 看到我第一句话 包牧师很有学问 你要去听听他的课呀 我就这样子带着一个 去听这位很有学问的学者 开课 但在开课的那一个月里边 我旁边有位我们四家 的一个伯母 他又大了我二三十岁 我45进去 他72 我就问他下妈妈 你只是来修课吗 没有啊 我要念学位的 大大的激励我 人家72岁了还要念学位 我都觉得我45岁了 这么老才进审讯院 还何必再去念学位呢 但是有一个榜样在我旁边 非常认真的上课 非常认真的做笔记 大了我二三十岁哦 我还要借他的笔记 我想王师母也认得这位下妈妈 一致于因着这位下妈妈的关系 我变成全职的学生 一致于在审讯院毕业 回过头来 我希望王师母和我讲了后 我就这两天一直在想 你们听的见证太多了 你们听的信息也够多了 我到底我自己的分享 有哪一些方面 可以成为你们的帮助 成为你们的祝福 榜样非常的重要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位下妈妈 她的榜样激励了我 另外我在这边我想要提的 两位传道人的榜样 影响我 从1977年一直到今天 都在基督之下服侍 影响我非常之大 因为我和我的先生 我的弟兄 我们年轻的时候 夏天露营 冬天滑雪 虽然想当年经济很穷啊 穷留学生嘛 我们宁可早上起来 五点钟就起来了 就开的车出发到雷塔号 然后滑雪滑的一直到六点 再开的车 三个半钟头回到家 差不多十点多 这是利用周六 那你想看 那么累到了家 第二天爬不爬得起来去聚会啊 很不容易嘛 但是我们的牧师 他一个好童工 一个老伯伯 一定离拜一打电话来了 你们两位昨天去哪里了 昨天是主日啊 哎呀 一耳栽 让我们不好意思不来聚会 但是我刚刚要提到的就是说 这位产道人影响我们 是寇世远牧师 他收读神的话语 也把神的话语讲解得 非常的丰富 每一次听完他的讲道 我都会和我的弟兄讲 我们以后不管 不管出去多晚 第二天一定要来聚会 寇孟师讲道讲得太棒了 我这边要提的是什么 你我都在做传道人 神的话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 自己能够明白 才能分享讲解给别人 你自己若是没有被神的话语吸引 你也很难用神的话语去吸引你的会众 王牧师来 我别的不知道 我就知道王牧师神的话语很丰富 讲解神的话语很吸引我们 多少的会友像我们这样子 一个星期只有这么一天到了教会 若是你没有充分的准备 若是你没有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 今天的会友 太厉害了 你用的参考书人家在网上 什么参考书都有 你若是不把神的话语好好地吸收 他不需要听你的讲道 他在家里看看参考书 在家里YouTube上网听听太多丰富的信息 但我的生命 我对神话语的认识 能不能够成为我会众的帮助 我记得那时候也是三十多年前 我在上海外 那时候海外神训还没有 真丁方牧师在我们教会开衍生课 那我们是第一批上他衍生课 真丁方牧师是海外神训院的全院长 我们上他的审学课的时候 他就百般地提醒鼓励我们 你们征战的兵器 就是这本圣经 就是这本圣经 现在你们有时间读啊 所以好好读啊 等着真的回到国 或者进入了工厂 很多的服事 很多的忙碌 很不容易 所以柯氏远牧师影响我 柯牧师的话语 柯氏远牧师的一个好榜样 非常的信任同工 当在三家有一次的机会 华省中华福音审议院的领导亮牧师 来佩林会的时候 第二天他就告诉我 打电话 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心悦学者 黄子家牧师 要经过弯曲 你问问长老 你们要不要他在你们这边开课 那那个时候的长老就是阮长老了 还有寇沙印长老了 八九年 寇牧师就每家案例了两个长老 这两个长老一听就非常的开心送上门来 为什么不要呢 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尊重我们的牧师 寇沙印牧师 寇沙印牧师一听太感谢神了 他自己本身没有进过神医院 但是呢当我们开课的时候 他比所有的同学都早到二十分钟 坐在第一排 你知道密集课程一整天呢 他那时候都七十多岁了 就坐在那边听课和我们一起 极其美好的榜样 我们今天能够接受审讯装备 都是恩典 不是每个人有这样的夫妻 多少人科目神的话语 他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能力 但我们今天神给我们这个机会 也给我们这么环境 也给我们这么多好的老师 当我看到我们的寇牧师 坐在那边听的时候 极力我 不能不专心 人家老人家呀 我们做一做还要动一动 腰酸背痛 一看到他的光剑 不敢讲腰酸背痛 他美好的榜样 激励我 以至于我 后来肩负起华省 就中华福音省训院 延伸课 从四家到五家 很多年 一直到差不多是2015年 那我和北美华省这边说 我们不要开了 为什么呢 现在这边 神训院很多 延伸课也很多 不必要 从洛杉矶来老师 从台湾来老师 开课了 所以四年前 我们就停止了 但是我个人 我的姐姐 我们主日学老师 我们教会的成人主日学老师 几乎三分之二的同工 都是以受惠于华省 祝老师的付出摆上 给我们的装备 我在教会的服饰 有成人主日学 做成人主日学的校长 从20 教会是2015年开始 第五家我现在说 2016年做主日学的校长 2006年做主日学的校长 一直到一年多前 我辞掉了校长 我刚才说 非常受惠于华省 这些的老师 我们每一年在教会里 会至少开四门课程 而上课的多数 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学老师 多少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在教会有延伸课 两个周末很密集 但大家抓住机会 我们成人主日学的制度 非常好 我受惠于华省的邓明老师 他来我们当中 那是2007年 来开基督教教育的课 训练老师 老师师师师训练 他就提到 主日学就像学校一样 一定要有制度 以至于因着他的教导 我们有了制度 我们有结业证书 我们有全情的证书 我们有全情的奖品 我们起初虽然教会人不少 但上主日学的还是有限 当我们有了制度以后 很多人 为了这张结业证书 为了那张全情的奖品 要极力 大家参与 所以有一些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自己 一个宽广的循环 要不停地学习 人家的教会 为什么成长 人家的主日学 为什么办得这么好 到底它和我的教会的 主日学的差距 不同点在哪里 我们听了 求神给我们力量 求神给我们开路 神必然也兴起 同工来一起配搭 单单我们成人主学 不讲儿童 我们成人主学的老师 就三十多位 当年五家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只有四五位老师 这都是恩典 我感谢神 给我一个牧师 非常信任同工 给我一位牧师 他愿意放手 相信我们 给我一位牧师 百般地鼓励 栽培我们 这位老牧师 这么大年纪了 七十多岁了 他怎么样 还常常背英文单字 突然冒出一个英文单字 问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是扣事员牧师 我吓一跳 因为我也不认识 我虽然在美国 有工作很多年 但是不认识的英文 还是太多太多了 但是这位传道人 他不停地学习 他已经是退休之年 他有意象 大家有听过天人之间吧 他是他退休了以后 他看到媒体的重要 他就为这个事工祷告 我记得我第一个月的薪水 我那个月的薪水 当我听到他说 天人之间的事工的时候 其实 我根本对媒体事工 没有什么兴趣 但一听他说 在电视上 想要有这样的一个事工 我觉得他这么老了 还要搞新的花样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真的挺感动 所以我就把 那个月的薪水封现了 很少钱 就是我一个月的薪水 但是这位传道人 就这么稍稍的一点钱 他没忘记 在他的书里边 都写下了这一件事情 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知道他写在书上的话 我应该多存几个月 封线 还看起来好看一点嘛 真的不好意思 但是你的 他的同工的一点一滴 他的纪念 他极力我去关怀 去探访 为什么呢 我那时候在三家 1997 98年 我就生病很严重 进了医院 那时候还不是什么同工 就是厂商有滑雪就滑雪了 有露营就露营了 但是教会那时候人也少 只有三十来位 我生病了 有一天在医院里突然 看到牧师和师母 一个同工开的车 带他们到医院看我 我太受感动了 我只是一个一般的会友 一个一般的会友 他竟然老远 他自己还不会开车 来看我 我是谁 我真的是心得安慰 心被鼓励 原来他也认识我 所以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领受 教会 我们今天要服侍神 我们不单单是说 我们要做 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会友 不管他再伪不足道 当你在教会看到他叫出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那种感觉不同 当他有软弱生病的时候 突然你冒出在他面前 他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爱 感受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家 刚才王师母说 王牧师提醒他把我去探访的事情 报告报告 其实不是我会探访 而是我有这样的好榜样 我受惠于我的牧师 他激励了我 也受惠于他给我这个榜样 在我们看来 他一个小小的手术算不了什么 但是在他 这就是一件大事 我能不能够站在他的角度 给予他鼓励 给予他支持 给予他关怀 一句话算不得什么 但是在听的人 就像我那一点点的钱 在他的口中出来的时候 我太感动了 激励我 激励我 从那个时候开始 十分之一的风险 没有再停过 甚至后来远远超过十分之一 因为我当年说 哎呀我应该多风险一点了 我们能够风险都是神给的机会 我们能够风险 我这个人风险 或者我的金钱风险 都是什么大的恩典 要把握这机会 要珍惜这些的机会 这是我们的寇牧师 影响我和我的弟兄 非常的深 老人家不停地学习 也让我们不停地学习 我们两个 每一个延伸课都上 一直到延伸课停了 才没上了 也因着延伸课的装备 我后来觉得不够 这也是为什么进了神学院 我们当年一起上延伸课的同工 现身的非常之多 在不同的教会 做传道人的也非常之多 所以神的话语是这么的宝贝 我们一定要好好 在接受装备的时候 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 让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里 变成活的 为什么王牧师讲道 你就听得尽尽有为 为什么某某人讲 你就觉得很枯燥 找出他的原因 作为一个传道人 是传道的 若是没有神的话 那还叫什么传道人 我到今天 都怀念当年 寇试员牧师 对我们的教导 这是一位传道人 影响我们的 另外一位传道人 是我的许农牧师 在座可能都不认得 许农牧师已经离开世界了 因为寇试员牧师 在湾区连续地创立了 第一家 第二家 第三家 我们是从第三家开始 我三家 四家 五家 除了五家没有查经班 是直接有了教会 三家 四家 我们都是从查经班开始 那寇牧师分身法术 他一个人吗 当三家成立的时候 他就请了他的 在台湾的老同工 许农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牧养 许农牧师和寇建都一样 年纪比寇建都还大几岁 两个人都没有受过神学教育 都没有 都是带子侍奉 成为全职的传道人 刚才 王世慕讲到探访 这位许农牧师 讲到 不和寇牧师一样 但是 他的探访 没有人可以急得上 他每周都会有 有那么两三天在探访 而且他的传福音 更是是我少见的 因为我的工作比较自由 他在周间带着师母去探访的时候 总是问我们几位同工 你们若想要一起去探访 我可以接着你们一起去 所以我和另外一位同工 常常只要时间许可 我们就跟着许农牧师 一起去探访 在这个探访的当中 我从他身上 这位也是 我认得他也是将近快七十岁了 这位许农牧师 非常智慧传福音 任何一个不幸的 我还在不知不觉中 他已经带着人家 绝志了 几位很有名的人 有一个摄影大师 叫郎金山 有听过吗 非常非常的有名 在中国在他们都很有名 现在已经离开了 当郎金山来美国的时候 很多人去拜访他 因为他一个大女儿 和许牧师年纪差不多 那时候他已经快九十岁 他的女儿就说 爸爸很硬很骄傲 没信耶稣 许牧师就去探访了 第一次探访 第二次探访 这位郎金山 人口中 女儿口中 是非常是骄傲的 不需要耶稣的 就在许牧师的带领下 一直一直地 轻轻出处地 接受了耶稣 另外也有位老人家 是会堂的一位伯母 是负责他们老人 谈气的一位伯母 他的先生叫蔡蒙金 是蒋介石总统身边的 得力的人物 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 常常拼头论主地批评 他的太太 他太太是个基督徒 也是在进入老年 许能牧师去探访 那我刚好也在旁边 也是觉得 怎么还没有 还没有醒悟过来 老先生点头说 他要信耶稣了 从我们这位传道人的身上 我经历了什么是 福音是神的大能 我经历了 福音是要去传的 当你去传的时候 神做工 所以当你们回到教会 不要一个人出去探访 带着你的统工 给他有学习的机会 不只是给他有学习的机会 当徐牧师在和郎金山 老先生传福音的时候 和蔡蒙坚老先生传福音的时候 我太紧张了 拼命地心里在为 徐牧师祷告 拼命地在求神 感动这个老先生 你想看 你旁边能够有一位同工 在为你祷告 为什么不能 旁边有位你年轻的同工学习 为什么不能 你要给你的同工 有这样的机会 你也要给你同工 有学习的榜样 在三家的时候 我们查经班 容纳不下了 就有了在grimmer上面 就在下一条节口 有了三家的第一个教会 当第一个教会还没有 就开始了 我就和许诺牧师说 许牧师 我们教会有十几个老人家 我真希望能给老人家 成立一个聚会 许牧师说 好啊 你要怎么说 你要怎么弄 我都支持 您是要年长的 他们唯一的麻烦 就是不会开车 那我就祷告 神啊 你给我兴起一个同工 我们两个可以开车 把这些老人家接来 有个老人家的团契 就是这么奇妙 神从别的地方 带来了一对年轻的夫妻 刚刚结婚的 来到我们当中 我就问他 我说我对老人家很有负担 若是我们有一个聚会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起开车 他一口就答应了 结果 我们老人家的团契 前面的一年是在我们家里 没着窝 这个姐妹就负责和我 还再加上许牧师 三个车 把老人家接来 我们的长青坛气 因此开始 若不是许牧师这么信任 这么放手 这个长青坛气还不会开始 作为产道人 要有广大的心 要鼓励你的会友 要给你的会友机会 只要他肯做 只要他愿意做 只要他真理是清楚的 给他机会 我刚才说 我祷告来的那个姐妹 她小我了十几岁哦 当年在三家和我一起做同工 老人家 等着五家 现在讲五家 二十一年前 我要开始成立老人家谈气的时候 我说我又想要给老人家 成立一个谈气哦 我们的谈气叫青坛来 我还是需要交通结送的 那个时候他就上班了 他的公司就在Fremont 他说阮师母 那我就向公司请半天假 你是要哪一天 我就和老板说说看 从我青坛蓝坛气开始到今天 这位姐妹 二十来年 时中如一 是我的同工 和我一起负责 结送老人家 而我们这个谈气开始 包括我的姐姐在 我们接送老人家的大小车子 有十几个人 我们老人家的聚会 人多的时候 超过一百多人 若不是牧师给我这样的机会 若不是牧师让我放手去做 没有可能 你不怕没有同工 但你要鼓励她 你要给她机会 我告诉我的牧师 牧师我家里有个小小的姐妹祷告会 我有一个祷告的母亲 非常看重祷告 也非常地愿意为众人祷告 以至于我家 一直都有个小小的祷告会 我说牧师 我家的这个小小祷告会 已经有八九个人了 我们可不可以搬来教会 牧师说没问题 这是我们三家姐妹会的开始 同样我们五家姐妹会的开始 也是从我家小小的祷告会开始 而我们现在 每一周的姐妹会 七八十人 若不是牧师相信 若不是牧师鼓励 没有这些的可能 牧师稍微泼一点冷水 若是牧师对这个人不信任 不管是老人家的机会 不管是姐妹的机会 都没有这个可能 我在教会2006年刚才说 负责成人主义学校长 我的牧师 完全地给我自由 开多少课 我说牧师 我们这一季 开多少课 我就把我设计出来的 给他看看 你觉得怎么样 好好好 没问题 我说你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 我说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你要支持 全力支持 我感谢神 都是恩典 都是神的怜悯 我和阮长老的服事 除了在教会教导 除了在教会关怀探访 除了在教会老人家坦气 我们还有年轻的坦气 我们的年轻坦气 内容包括 单身的 就是young professional 也包括 单身 不是 结婚没有小孩的 也包括 结了婚有小小孩的 就是在五岁 八岁以下的小孩的 是一个很庞大的团戏 我们感谢神 感谢神 牧师能做得太有限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 他只有在二十四个钟头 我们亲眼看到 当中各团企的小团长 各团企的小组的小组长 做了很多关怀 做了很多牧养的工作 甚至当中的小组长 当中的小团长 当我们在查经的时候 我常常和阮长老说 阮长老 你是不知道这个弟兄 带查经带得真好 我从三家四家都带过查经 但我告诉阮长老 他虽然出来 信主没有几年呢 我觉得他不输给我 神在兴起一下同工 我们要鼓励 我们要接纳 我们要给他机会 我们除了谈气以外 我们很多的宣教和培训 回过头来就是那个许农牧师 1993年他带领着教会的几个同工 我是其中之一 参加了大使命 刚刚在这边成立没多久 王允熙牧师去西伯利亚的短宣 我跟他去了 就在那个时候 就在那个时候 我看到那些的中国人 在西伯利亚1993年 困苦流离 我要看到那些人拿到福音单章 当他接受住那个激动 激励我 若是神许课 我还要继续参加 93年去了西伯利亚 94年 我和儿子就去了乌克兰 同一年 我们夫妻再加上女儿去了台湾 福音运动2000年 Campus Crusade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 我们没有停止过 我们肩负起乌克兰的宣教事工 我以前没有想到 在那么老远的地方 有我们这么多的中国人 中国隔省去的都有 做小生意的 留学生 因为乌克兰 苏联的音乐很好 很多人继续音乐 我们在那边给他们拜赢会 很多人信耶稣 因此很多人信耶稣 激励我们 一年又一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 也是我的许农牧师带着我 我们在下面看下去 那些年轻的传达人 比在座的各位还年轻 但有小姐妹站起来 背圣经背马达指引 另外有小姐妹告诉我 都差不多二十岁啊 告诉我 我已经把圣经读了五十遍 我在讲台上 我的牧师给我两个钟头的时间 讲基要真理 我讲了还不到半个钟头 已经空白了 太紧张了 人家把圣经背语 马太福音能够背下来 我现在说的是农村的地方 是在河南 让我感动 也极力我 好好地接受装备 也极力我 你要做一个传道人 就要做一个真正的传道人 John Weasley说了一句话 主啊 让我活着 不要白活 让我活着 不要没有用 那我把这话稍微改变一下 让我做一个传道人 就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 传神的道的人 求神帮助 因着乌克兰的事工 这些一匹匹的学生 回了中国 这一匹匹的学生 呼约 给我们在中国有赢会 因为他们回去 三字教会人太多 就流逝 家庭教会 他说都是老人家 那并不适合我们 所以我们在中国 也是有赢会 那这十多年来 我和长老 没停过去绵甸 因着绵甸在中府 和绵巡的培训 以至于参与了 绵甸 难民营 很多的卡辛柱 困苦流离 很多的古尔 我们今天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 都是蒙的神的一点 我们怎么样回应 神的一点 我就要结束 我用一幅所说 第六章的最后一段 保罗的画 保罗的画 他那最后一段 从六章十节 一直到最后二十二节 不需要看 你们自己回去再看好了 用最后这一段的圣经 保罗 说 我还有未了的画 那就表示 很重要的画 我们要穿戴神所示的 全副君章 这个全副君章是什么 保罗一个大使徒 什么场面都经历过 在这个时候 在监狱里 提醒一副所的信徒 提醒一副所的同工 神话语的重要 我们要穿戴 全副的君章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保罗说 你们随时随地 靠着圣灵怎么样 祷告 祈求 为众圣徒祈求 为我祈求 前面他们告诉我 神话语的重要 这边他告诉我们 祷告的重要 我们要为自己祷告 我们要更为 我们的会友 我们的同工 祷告 我们要像保罗一样 谦卑地 请你的同工 也为你祷告 让你所讲的信息 能够清楚明白 让听的人 有一个受教的信息 连保罗 都要别人为他祷告 何况你我呢 不只是如此 最后的一段 保罗说他要打发 他的同工 一把佛提 到他们当中 告诉一副所的信徒 他的景况 让他们得安慰 这一点是什么 传道人 你要有同工 你要有同工 保罗都这么看重 他的同工 他说 我所亲爱的 忠心侍奉主的同工 保罗在菲律比书 更提到 提摩泰带 我就像儿子 带父亲一样 我们能不能够 栽培出来 像一把佛提 像提摩泰 像儿子 带父亲一样 这样的亲密的关系 像一把佛提 保罗完全放心地 让他回到一副所 告诉他们 保罗的光景 我们在菲律比书 也看到保罗提到谁呢 退机骨 和我一同当兵的 我的同工 我亲爱的弟兄 所以从 一副所说六章 十节一到结束 保罗给我们一些提醒 我们今天服侍神 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 好好的准备 穿戴神索 使得全副的精装 在磨难的日子 怎么样 得胜有余 占你得住 我们要不停地祷告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 的祷告祈求 也请同工为我们祷告 因为我们不是 乃是与输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天公属灵的 恶魔在征战 今天传道人受到攻击的很多 不管是国内国外 今天传道人 婚外情的 出世的 不老是 我认得的就有 我总是觉得 这些事情应该是发生在 外国人的身上 中国人总是比较保守 更何况是中国传道人 撒旦像吼叫的使者 寻找可吞使的人 所以我们要谦卑自己 请你的同工为你祷告 你也要为你的同工祷告 时时刻刻警醒在神的面前 我们都在等候主的再来 当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是又恶又难 还是那忠心两善 谁是你的同工 谁是你的一同作战的 谁是你带导的勇士 你为谁祷告 你是谁的榜样 谁的服事影响了你 你希望你的服事怎么影响 你的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 在神面前祷告 因为王师母是说 我的时间是一点到两点 对吧 好 我们花一点时间 大家在神面前祷告 剩下十分钟 若是大家有问题 我就我所知的回答各位 好 谢谢大家